目前,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正处于爆发期,资本大量涌入,以BAT为代表的互联网巨头纷纷开始布局。 与此同时,众多垂直领域的创业公司也在不断诞生和成长,其业务布局更是分布在智能机器人、智能商业及视觉识别等多方关键领域,一场巨头与新贵的博弈正在拉开帷幕。 而能否合理利用并优化开源算法,寻找到匹配市场需求的应用场景,对其进行商业化创新,成为这批创业公司在人工智能领域能否获得一席之地甚至弯道超车的关键所在。 2017年10月31日,矿石科技Face++宣布正式完成C轮4.6亿美元融资,刷新了人工智能领域融资记录,也将这个人工智能独角兽推向了大众视野。 本期中国人工智能之路,矿石科技Face++CEO印齐接受主持人毕晓南邀请,针对科技型创业者在人工智能时代的思维模式及人工智能技术如何与各行业结合,实现商业化落地等方面展开深入探讨。 印齐,201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姚七智实验班,全额奖学金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并获得计算机视觉硕士学位。 2011年,创办北京矿石科技有限公司,集聚顶级研发和商务团队搭建了世界级的人脸识别云平台Face++,致力于推进计算机视觉技术产业化发展。 2016年1月,入选福布斯亚洲30位30岁以下年轻领袖。 印齐表示,人工智能所带来的将会是对社会方方面面的改变。 目前,国内外绝大部分科技巨头都集中在消费企人工智能领域,但事实上,人工智能在工业和制造业等应用场景有更多机会。 这一轮人工智能的创业者,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是科学家特别多,就是技术型人才转型创业者和企业家。 你认为这中间是不是需要有一些壁垒上的一种突破和思维模式上的一种突破? 我觉得第一点其实还是每个时代都是自己时代的企业。 我觉得这一轮的创业也好,以人工智能为主题也好,技术确实是里面最重要的主题。 作为一个技术型或者科学家的创业者,我觉得它有它的优势和劣势。 优势来说我们有一个字叫insight,就是它对这个技术有判断,它对周期也都有判断,所以它可能能选择一个正确的方向,正确的战略。 但另一方面就是任何一个创业的项目,本质上一定是把技术和商业要做得非常好的结合,所以不能光懂技术。 而在商业部分,其实包括我个人在内,我觉得都是非常大的挑战,所以我觉得甚至说在很多思维上,就是说我们可能很工程式的思维,或者很科学家思维,而商业上可能又是另外一个更用户导向,或者说更从人性出发的一些东西。 所以我觉得其实要求还蛮高的,所以需要挺复合和一种平衡的一种状态。 但是大部分科学家其实还是相对比较单纯的一类人,这个会有这种,怎么说呢,就是一体两面,你会不会说改变了这种单纯的思维,变得具有比较复杂的管理者的能力,或者是商业能力的时候,它就失去了本身的这种科研性呢? 我们内部有两个词,一个叫技术信仰,一个叫价值务实,我觉得就有点像是你说的一体两面,就我觉得这两点真的是缺一不可。 技术信仰这个轴,我只是不能丢的,因为这其实是这个企业,这个企业家可能最重要的这个驱动力,就是说当一个科学家,如果他真的是特别上一个导向的话,我觉得他很难把这家公司做长久。 但另一方面叫价值务实,就每个公司得活下去,所以他得真的从长期和短期的结合。 所以其实对于这个科学家来说,其实是一个修炼的过程,然后当然谁能够把这两者做好平衡,我觉得可能这个企业就是能够走得比较长久,并且能够在他的领域里面,就是能够起到一个领军的角色。 那你其实有没有就是从科学家到企业家的这个思维模式上进行一些相对比较有计划性的思维训练呢? 就是,我觉得第一点我觉得我们很强调就是你要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就是说这个科学型的企业家往往在技术上是技术大拿,所以往往其实挺自信的。 那第一点就是说你可能知道在技术上你很厉害,但是在商业社交这方面可能是有缺陷的。 所以举个例子,我个人来说就是一个模样特别内向的人,所以如果比如我在机上碰到我的一个很重要的客户的话,如果他没有看见我一定会偷偷溜走。 你就是你创业初纪业这个样子吗? 对,我可能都别创业,我可能一年前都还可能真的会强迫自己上去跟他去聊聊去。 但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人其实是会被习惯所驱动的,所以你自己去有意地去培养自己,我觉得其实当你真正做到了,你会觉得可能你再变成一个更好的自己。 所以你当初创业的目的是什么呢? 大家说叫使命驱动啊,我其实是一个还比较梦想驱动的人。 第一呢,我从小就跟同龄的小孩会稍有不一样,我觉得我想的东西都很奇怪。 比如说我可能很小就思考这个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所以我自己觉得其实有两件事特别值得做,一件事是研究宇宙,因为好像这是一个人类面临的最大的那个终极问题。 还有一个事就是研究人工智能,因为这好像是一个最内向内去寻求答案的一个问题。 所以这两个我觉得是人类最应该去解决的两个问题。 你这个人工智能的研究从你什么时候大概你时间段开始的? 之前可能不能谈研究,但是我觉得从兴趣来说是从非常非常小,我觉得可能真的可能是从小学开始喜欢, 但那个时候我觉得对人工智能的概念还停留在这种科幻片上,机器人上面。 但我自己其实,我说我是一个比较有计划的人,所以我基本上把设定一个目标之后,我会自己分布去执行。 所以包括我读清华的专业,可能最早做的是自动化。 因为当时我以为那是跟机器人最紧密的解决,后来转系到摇班,学这个比较偏理论的计算的一些理论,然后把我后面创业,其实一直演着人工智能要现在走。 我其实蛮高兴说,OK,我现在做的这件事情,还是我觉得我最喜欢,同时我可能愿意一直做下去的这样一份事业。 你父母制作什么工作在? 都事业单位吧,就一个是在公路的这个系统,一个是在铁路的系统,我父亲是为大学的老师。 对你这个对所谓的从小对机器人和科幻片有兴趣这个事情有影响吗? 就很多人会好奇,为什么你那么小的年龄会就是对这个方面就比较有执着。 对,我觉得一方面自信点说,我觉得还是稍微跟小时候跟小朋友有点不一样。 对,但是不一定是更好,但我觉得至少想的问题感性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第二点,我觉得从小,我觉得我父母可能给我一个还是相对宽松的环境。 我之前可能有一个父母对我的要求就是叫前十名战略。 就是说,我可能每个Geddon都在最好的学校,但是也不用考第一名,全身就好了。 然后不考第一名的这部分经历发现在哪呢? 就是说可能自己做了很多跟科技发明相关的这些东西。 慢慢的就觉得挺感兴趣。 这个教育理念还是挺有意思的。 那你现在,你能够想象的未来的哪个时间之内? 就是你的计划点是到达了哪个时间段? 你想成为一个什么样子的人? 虽然我年纪不大,但这个公司其实算是中国最大的一批人工智能创业公司。 我们是从2011年开始,所以已经6年的时间了。 我觉得我给自己的目标是未来10年吧。 就这10年我觉得我会专注在人工智能这样的企业。 我希望做一家中国人创办的世界级的人工智能公司。 我觉得我也愿意用10年的时间来去把我全部的经济投入到这里。 10年之后我觉得有可能会做一点别的。 比如说我其实对脑科学非常感兴趣。 所以有可能那个时候也有一些财富的积累。 那可能去做脑科学的研究,我觉得是一个蛮享受的事情。 所以你最终把自己定位成一个企业家、科学家, 还是说像马云这样的人? 理论上我觉得我应该是个探索者。 其实我觉得为什么去做科研和做企业, 其实都是去到别人没有去到的地方。 这是最吸引我的地方。 如果从属性上来说,我觉得我现在更希望是成为一个先成一位企业家。 但我觉得可能是一个有科学家的知识和科学家的模式上的一些专业素养的一个企业家。 你刚刚也提到了费茨加加成这6年了。 就是这个过程你觉得变化大吗? 你个人的心态上尤其是? 对,我觉得变化还是挺大的。 我觉得简单来说我们从最早的就是两三个人。 然后其实坦白来说更像是一个学生的课外作业的一个感觉。 到现在公司相对接近1000人。 并且我觉得是汇集了一帮最优秀的人工智能方面, 无论是技术产品还是市场的人才。 包括我觉得我们可能对行业也确实做了一些引领的作用。 当然我觉得路还很远。 我觉得从我自己的时间分配我觉得就可能很明显能够看出来。 最早的时候我觉得我几乎就是一个科研的技术的Lead。 然后我可能百分之百的时间都用来跟这些技术的同伴们一起来怎么把这个做第一。 我们可能是从2013年开始就陆陆续续在全球的一些人工智能技术比赛里面 曾经打败过Facebook Google。 其实还是连续很多次。 原来是百分之百做技术男。 后来就有一个状态可能是50%做技术。 另外的50%就会处理甚至说一些商业,一些资本的东西。 现在我觉得可能最多最多可能也只有30%的时间在技术上。 因为可能技术上看的更多是一些远景, 看的是一些大方向。 而可能70%的时间可能更像是一个企业家, 或者说我觉得应该叫创业者吧, 现在还称不上企业家去真正为这个公司去构建一个更好的大环境。 为这个公司去攻克最重要的客户。 为这个公司去制定最重要的一些战略的决定。 中间跌的跟头跌的大吗? 很多人似乎觉得Face佳佳,尤其是你这么年轻,好像是很顺利。 是。 就我自己从小有一个理论, 就我认为你想获得多大的成就, 我觉得你付出那个价, 就付出的代价几乎是很定的。 所以如果你想做得更快, 那你的这个困难的密度一定更高。 因为我觉得我很从物理的角度来思考问题, 所以这些我觉得是没有取消的方法。 所以我认为我们在六年中经历的困难也好, 或者也好, 我觉得是足够支撑我们现在可能获得的一些小小的一些进展。 但我觉得可能还远远不够。 我觉得其实工程师做事, 其实是比较寻求确定性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 我们的困难不像是别人这种大起大福的这种困难, 而是把这些困难可能拆掉到每天。 每天都很焦虑, 每天都在去把这些可能有忧患意识再往前去看。 所以我觉得可能因为这样的性格, 我觉得我们可能没有过山车式的这种波风波谷, 一直还是相对比较稳健的在一步一步往上走。 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理念。 我觉得我们其实希望比较务实地去做这家公司。 可能这个公司不会像这种真正风口上的热门公司, 可能一两年就能够爆发的特别大。 但可能我们觉得可能真的要去干三年五年, 这公司会发现, 它可能真的每三年都会上一个大的台阶。 但是很多人都已经认为你们现在就是风口上的公司了。 我其实很喜欢含上一句话, 我觉得就是流行是等来的,而不是赶上的。 我觉得我们从一年的起航的时候, 人工智能无人问津, 没有企业,没有投资人, 没有任何的创业公司, 认为人工智能是一个好的方向。 那个时候我们就起航了,且我们很享受自己。 所以我觉得我们不是一个很在意别人看法的人。 所以我觉得我们在沿着我们自己的路径再往前走。 包括我觉得人工智能, 我自己其实之前也讲过, 我觉得人工智能这是一个大的浪潮, 而不是风口。 风口可能就吹一两年就停了。 而浪潮可能是更持续的。 所以我觉得当然浪潮是分阶段的。 所以我自己觉得可能就我们过去六年, 加上未来的一到两年的时间, 可能第一个阶段的人工智能就会有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局面。 所以这是我觉得人工智能的热度, 可能某种上也会回复到一个比较正常的状态。 所以我想说无论人工智能是热还是不热, 我们会坚定地走下去。 你刚刚提到了说人工智能这个浪潮, 而且你已经说了第一阶段, 你认为它可能发生的种种表象。 在你看来, 你感觉到人工智能这股浪潮可能大概会在未来分哪几个阶段? 我觉得就如果我们最早的, 其实我自己大概的感觉, 我觉得明年是第一波浪潮最后一个时间, 大概最后的一年, 就后面可能会有一些转折。 我觉得大概是经过了五六年的时间吧, 我第一个阶段其实大概的感觉是摸索期, 所以大家其实有不同的切入方式。 但一个主题是说大家好像强调的更多是技术驱动, 强调是技术平台。 所以技术平台, 这两个词会被提到的比较多。 他们真正有实力的公司, 会寻找到它自己的核心行业。 就有点像是从空中降到地面, 找到这些行业, 然后自己去拓展。 所以其实很像早年的互联网。 可能一开始大家做互联网的时候觉得, 这可能就是个门户, 就是个BBS, 就是个信息的平台。 但后来会发现出现了电商, 搜索引擎, 社交, 会涌现它真正的那些主赛道。 所以这可能是我认为是真正, 从比如明年起的第二个阶段的五年, 我觉得是真正这个人工智能蓬勃发生的五年。 我觉得会像当年的诞生BAT一样, 我觉得有可能会去产生一些新的巨头。 这个新的巨头和老的巨头之间, 你觉得这种竞合格局会呈现有什么状态? 首先你认为其实是在既有互联网巨头之外, 是能够诞生一批人工智能领域, 自由的巨头的。 我觉得其实这波浪潮里面, 这个传统公司, 就是传统的BAT这些大的公司, 我觉得还是非常有优势的。 因为这里面其实本质上的, 无论是从资金, 人才, 包括它的所拥有的数据和场景, 这方面都是既有的这些巨头公司也有的。 但是这个创新永远是这样, 就是既会有这种原有的传统的巨头公司, 能够做到转身, 能够在下部浪潮里面仍然去引领, 也会涌现出一些新的新巨头。 并且我对于这个, 我觉得会非常有信心的点是说, 其实当我们回顾整个互联网这个时代, 其实你会发现它的波济面, 其实并没有想象的广。 你会发现当你去到我们的工业的这些工厂, 你去到农村, 你会发现他们的生活, 还是可能跟十年前没有太大的差别。 而我认为人工智能这波浪潮的, 我觉得核心它会驱动的是, 有点是从互联网的这种消费级的领域, 去波及到更多的, 包括企业级工业级这些应用场景下, 而这些场景下, 我觉得其实新兴的公司会更有机会。 能不能再谈的具体一些, 就是说你认为, 弯道赛车这件事情, 就对于中小型的这些新兴的创业者而言, 你觉得可能最先在哪几个领域出现巨头? 我觉得这件事, 我们还是真的很仔细地思考过很长时间, 因为我们认为本质上的, 这波的AI的浪潮, 其实你可以叫做AI加行业, 就是说AI是你的核心能力, 你得选择一个行业, 所以这个行业的选择其实非常有学问。 如果这个行业是一个非常互联网化, 已经被覆盖的行业, 或者简单来说是一个非常线上的行业, 我觉得这个竞争比较难, 因为线上就有点像是一个平原, 就是说别人有百万雄狮, 你可能有一个青旗兵, 可能可以在阶段性攻城略地一部分, 但是因为这是一个平原战争, 所以你最后可能很容易还是守不住, 就是在线上, 但如果在特别线下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些行业的在线化, 这件事还没有做完, 举个例子我们说工业大数据, 其实你会发现很多工厂, 连传感器都没有装, 这些数据连都没有存到一个IT化的系统里, 这时候你如果去攻克这个行业的话, 你会发现它周期非常长, 因为这其实是你要把在线化智能化这两个人同时做, 这会非常难, 所以最后真正给我们的机会, 可能就是在这两者之间, 这个行业可能又得很大, 同时你会发现它已经阶段性地完成了这种在线化, 已经有了一些数据, 然后同时它已经有这种在线加智能化产业升级的需求, 而我们从我们经验来说, 我们自己其实可能觉得以下几个行业是很有机会的, 我觉得金融这个大的金融行业, 我觉得是有机会的, 无论是互联网金融的创新, 还是各种金融基础技术的创新, 我觉得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行业, 它也符合即时算传统行业, 又是可能已经在线化比较相对比较成熟的, 同时又体量足够大, 金融是一个, 第二个我们叫城市大脑, 或者是换一个词叫范安房, 就是说安房这个行业其实是一个比较线下的, 大家对安房的理解可能都是在城市里面有各种摄像头, 我们都叫安房摄像头, 但在这个行业里其实我觉得未来会升级到, 不叫安房摄像头, 叫城市摄像头, 就像一个城市的毛细血管一样, 有很多的数据的采集, 这些数据会汇集下来, 这是一个巨大的行业, 同时有非常大的机遇, 所以这两个行业其实我们比较专注的, 第三个行业我觉得我自己比较看好的, 你可以叫做智能工厂, 或者叫智能制造, 因为当你会发现这些劳力密集的行业里面, 其实有非常非常多机会, 可以通过新的传感技术, 新的人工智能技术, 能够大量的去提升整个的流水线的这种生产效率, 这三个点我觉得是非常, 我们非常感兴趣且正在投入的, 但有一几个行业我们是没有做的, 比如说像这个大交通这个行业, 比如说像无人车, 都可以理解为在大交通这个范畴内, 然后还有比如说像医疗, 这也是一个大行业, 所以其实摆着手指头, 我可能数一数, 可能我觉得就刚才罗列这几个行业, 我觉得是我眼前可能最觉得很有机会的, 当然可能不同的行业会不断的涌现, 虽然我们业界好像是凡是投资人和创业者, 不提人工智能就很落伍, 但是真正的大众对人工智能还是停留在, 你六岁时候对人工智能那种理解, 也是科幻片和机器人, 所以在你看来, 人工智能真正的能够触及到我们日常生活的, 脚脚落落的那个关键节点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还是要历史观的来看这个问题, 比如说我们中国提了很多热词, 这个什么移动互联网也好, 外图也好, 共产地也好, 这些都不是技术革命, 其实就如果我们说几波大的技术革命, 我觉得IT是一波, 然后互联网是一波, 然后AI, 可能大概是这三个是可以冰点的关系, 其实我觉得如果你看这些技术革命的话, 你会发现它的共同特点, 其实它都是一个相对从一个最底层的外围, 这个外围可能包含什么, 比如说像从军事, 从企业级, 从工业级去应用, 慢慢慢慢当这个技术, 一个是成本的下降的一个曲线, 一个是它的性能的, 提供服体验的曲线到了那个临界点, 然后突然它会在消费者这里面去做爆发, 结果这两个行业, 无论是电脑的出现还是互联网的出现, 都是类似的情况, 但是互联网的这个特点稍微有不同, 所以互联网可能真的, 可能这个实际上不再会出现像谷歌这样的模式, 就是说互联网是一个网络效应非常强的一个时代, 所以你会发现它可能从最外围像潮水一样, 慢慢往中间蔓延的时间可能非常短, 但你要如果看IT的话, 你看从最早的计算机在军事上用, 二战时期到慢慢用到, 其实经过了大概四五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所以我觉得AI可能也类似, 但我觉得AI这一步的发展一定会比那个快, 但我的一个逻辑第一就是, 我说的这个深度的整合, 如果这些浪潮很深度, 它一定会是先从更基础的工业也好, 制造也好,交通城市也好, 这些基础设施去改造, 但当每个环境的基础设施都改造完之后, 你会发现最终可能就缺乏的是, 一个是成本和性能的一个临界点, 还有一个就是一个核心的场景, 一个应用,一个点燃的爆发, 我觉得我自己判断这个阶段, 我觉得可能还需要三年左右的时间, 我觉得还没有那么快。 那对现在第一波这些创业者而言, 就是因为你自己是非常好的一个代表, 就是对于很多现在这个AI行业的创业者, 因为现在我看统计有五千多家了, 以及投资人, 对想进入这个领域的创业者和投资人, 你从精神经理来讲, 你有什么建议其实可以分享给大家的? 我自己倒觉得, AI这波就大家还是要认识到它的不一样, 就是可能中国有很多很多风口, 我还说风口和洪流是不一样的, 风口可能自己吹一吹就还好, 洪流可能跳进去有可能会被延掉, 就是说因为我觉得AI的整个的创业的整个的过程是比较深度的, 我觉得从大团队来说, 可能它的启动是一个没有那么低门槛的启动, 就是你如果真的很认真的去做一个行业的话, 你会发现你的技术人才储备的一个基本团队, 其实是代价比较高的, 然后你又你的整个市场化的过程, 又不会像互联网做一个APP那么简单, 你可能要深度的去做这个行业, 所以你会发现当你把这些每个模块真的做一圈之后, 你发现你所耗费的时间, 投入的精力, 投入的整个资本的这个量级, 可能都比原来可能通过一个单点, 其实互联网之前讲运用针筒破天, 我觉得在AI这个领域, 或者在工业互联网这个领域里面, AI家也好, 我觉得可能不会太有这样的这种特别机会主义的机会,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比如5000多家AI里面, 我觉得你几乎可以把90%是套了AI这个topic, 然后中间可能还有一些真的是在做AI的, 那记得做AI里面, 我觉得大家都有焦虑一时, 因为你发现你可能不仅仅是要把技术做好, 你发现你可能真的还要去改变行业, 这两件事其实真的是两年都挺难的事, 你可能能做好一件就不错了, 更何况你现在几乎给你的命题是, 这两件事你必须都做好, 你才有机会生存下来, 和才有机会做到, 对, 所以我给的建议是我认为第一, 就像西天取经一样, 你是不是准备好了? 就如果你真的准备好说, 我在这行业做五年十年, 我确实认可这个行业, 那我觉得当然这是一个, 未来五年十年不会落伍, 或者说永远还是在那个舞台最中央的一个大行业。 所以你认为其实它是一场慢跑, 长跑, 深耕。 是, 我觉得是一场深耕, 一场长跑。 其实你刚刚也聊到了, 就是说这里面有个很关键的原因, 就是能否市场化, 可能费斯加加很多人认为说, 现在目前在市场化的方面做的还是不错的, 你们市场化的这个成功的经验是什么呢? 我觉得有两个大的点吧, 第一点我认为, 其实这一波的AI的这个技术, 大家一直在提大数据这件事情, 这个词也是一个被滥用的词, 但是它其实标志的一个意义是说, 在这个时代不会再出现像英特尔那样的研发模式, 就是说我可能就靠大量的IP, 大量的研发, 坐在家里, 就可以把这个东西定义得很好, 可能是一年之后我去做个市场调研, 然后再去迭代我的产品, 因为AI的这个技术, 可能它百分之四十是算法去定义你的好坏, 百分之六十是来自于数据, 而数据的多少其实取决于你的商业化的深度, 这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动态的效果, 而现在似乎可能得反过来, 说你可能有一定的技术能力, 你得先去市场上去知道你要做什么, 去定义那个问题, 获得那个数据, 然后把它拉通, 这时候你可能才能够真正进入到一个技术研发和商业落地的一个循环当中,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一直在提人工证这部浪场是比较难的, 但是它需要一个闭环, 就是你技术研发和商业落地, 就并不是你上业落地做不好, 你技术就可以做好, 可能你上业落地做不好, 你的技术也很难长久的做好, 所以这就要求你的起步的时候, 就是鸡和蛋, 蛋和鸡, 一开始你就得有两个东西, 然后让它转起来。 那你刚刚提到就是我们有很多企业, 其实是有点这个伪AI的概念了, 包括市场上, 其实现在对于什么是人工智能, 还是顶级专家之间也是有着细微, 或者是很大的一种定义差异, 你定义的和界定的AI到底是什么呢? 我觉得我自己其实是比较狭义AI的, 就是说我认为AI其实在这部AI浪潮里面, 其实它的核心技术就是深度学习, 就是深度学习, 就是深度学习, 之前那些什么专家系统, 如果work就早就work了, 就不会到今天才work, 所以我觉得就是深度学习, 而深度学习, 再往下细化就是两个大行业, 一个是视觉感知行业, 就是我们所在的这个图像视觉, 当然这是个广义视觉逻辑, 还有一个就是自然语言理解, 就是NLP, 包括将来语意推荐这个逻辑, 所以就一个是眼睛, 一个是语意的理解, 然后所以如果往下再拆分的话, 你看在视觉领域里面, 还有我们做人类识别, 图像识别的, 有做自动驾驶的, 这些其实都是一个广义的感知的逻辑, 在自然语言理解里面有推荐, 比如以前的头条, 这些把我可能做这种对话, echo这些东西, 我觉得就差不多这样, 其他的东西我觉得在我看都不是, 至少不是这波, 那Face加加目前或者是之后的一个业务布局, 你打算怎么布局展开, 我觉得我们其实就比较精力的, 就沿着视觉计算这条路走了, 自然语言理解这件事, 我觉得特别适合大公司来做, 因为他们有非常多的在线数据, 所以有搜索公司, 社交公司, 他们都有非常好的积累, 包括其实在你看国外的巨头, Google也好, Microsoft也好, Facebook也好, 大家其实发力都是在这里, 这是一个一定要去争夺的一个入口级的东西, Siri其实已经提到一个例子, 就是还不够好, 污染小兵, 就这个范畴, 我觉得这些大家伙们是去打的, 当然也有些创业公司, 可能在一些出局里面是有机会的, 我觉得在视觉计算这个领域里面, 我觉得第一没有巨头, 第二我觉得它足够大, 其实这种驾驶可能是被单独拆出来的一块, 因为车这个行业非常的大, 所以大家很关注, 但我自己会认为, 未来真正在这个城市的各个场景中的这种摄像头, 怎么把它们连接起来, 形成一张, 真正是一张像城市的神经网络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系统, 这个是未来的城市的基础设施, 这是我想去做的, 所以我们的愿景叫做赋能机器之眼, 构建城市大脑, 那其实你在这个过程中, 因为虽然你说我们每天都在解决新的问题, 但是事实上就是, 非自家家也好, 或者你所代表的这个领域也好, 我们不谈大AI了, 那么龙大的领域, 就是你们现在事实上遇到最大的那个难点, 是在哪个方向上? 我们最大的难点是, 我说AI其实是一个, 要提供一个端到端的解决方案, 这个端到端其实怎么理解, 就是说你会发现, 原来你做一个产品, 你可能只要做一个APP, 做个软件就可以了, 你至少不用做硬件, 那有一段时间做智能硬件创业的时候, 大家可能要把软件硬件都做了, 而发现做AI, 不光做软件硬件, 在软件的背后你还得做算法, 而在硬件的前面, 你可能还得做一个行业的落地整体的解决方案, 就你可能是算法软件硬件解决方案, 这四个东西你得加在一块, 你才能给一个行业的客户提供一个, 他预想的价值, 就有可能你只提供这一个板块, 你发现他最后对他来说, 因为他们这四者是一个层级关系, 比如说第一个板块你做了百分之百, 第二个板块你做了百分之九十, 第三个板块你只有百分之五十, 最后给用户的感觉就是一个百分之五十的产品, 所以这个长链条的竞争, 其实对于这些公司来说, 我觉得是最大的挑战。 在公司管理和规模扩大这样的一个两项节点上, 你现在其实是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管理模式? 我觉得其实这个点我自己觉得, 就如果你要问我, 旷市最大的风险点在哪里, 我认为就是管理, 就说, 因为这里面其实对于我来说我个人, 就任何一个企业它的创始人, 其实就是这企业最大的瓶颈, 年轻可能是我的优势, 可以很多天晚上不睡觉, 但是劣势就在于很多的管理的积累, 可能要做到知行合一, 可能不是简单通过, 即使你学习得很快, 你如果没有实践过, 你没有这些阅历, 你没有认知, 你没有这个体感, 然后, 所以我一般喜欢打个比方, 我觉得在我看来管理其实就像是滑雪, 就是说, 你可能真的是要在这种, 第一, 你可能要接触这种速度感, 就是说, 坦白说, 如果没有这样的过度的对人工这种关注, 我觉得这个公司可能会发展比现在慢, 但我认为它会发展得更扎实, 就这批公司都会发展得更扎实, 但是几乎这可能是一个, 备轮, 你如果不够快, 在中国, 它是中国的创业, 这个都会被淘汰, 所以一方面你要快, 就是像你在滑雪的那个坡上, 第一, 你选择了一个足够抖的坡, 所以你的速度是不可能慢的, 但是另一方面有足够多稳, 对, 所以你要足够多稳, 同时, 其实是一个节奏, 就是你的速度可能有快有慢, 第一, 我觉得首先你要拥抱变化, 就是你对这个速度感, 你要能够放开, 就是你要敢于去摔跤, 就否则你的速度起不来,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说, 当你慢慢找到那个节奏之后, 我觉得所有东西就是节奏, 就是因为人才也是这样, 其实你的人才可能, 第一, 大部分人希望跟那些企业一起去成长, 但是可能有些人才可能未必能跟得, 可能它也有它的高点和低点, 你怎么把人才组织和你的战略, 能够真的非常好去匹配, 也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AI其实就不是一个产品性的东西, 或服务性的东西, 它真的是有点类似于重工业生产的概念, 有点行业概念, 非常强的, 我觉得这句话我是认同, 就是说一个CEO, 永远都是他在人才的关注中不够的, 其实他自己觉得他关注很够, 我自己感觉互联网这个时代, 因为我们经历了过去的十年, 大家总觉得互联网说的东西, 我觉得其实有可能是不对的, 就是如果你在AI这个领域的人, 你发现你的企业, 是不适合的, 是不适合的, 所以我自己觉得就是说, 一个企业的创始人, 其实他最重要的就是引入最正确的人才, 能够把这些你觉得已经比较明确, 知道应该怎么去做的事情, 我觉得让一个可能是比你更擅长做这件事的人去做好, 他对你的长远的战略, 和你的公司的愿景有认可, 您自己我认为应该一点一点的更剥离出来, 联想讲这个叫退出画面看画, 我觉得你只有在真正能再往后退的过程中, 能看到这个全局, 当然这可能也是一个阶段, 就是你既要能够退回来, 同时你要看到一些关键的最重要的细节, 要能扎进去, 非常这个轻力轻微的把它做好, 我觉得这种张力其实是一个企业家, 真正去修炼的东西, 你会觉得有些企业家其实可能真的很, 看上去平常很明显, 但在一个关键问题上, 他又能够释放巨大的能量, 把这个点追到非常细节把它做好, 可是你当下这个阶段, 就是你眼下这个阶段, 你因为计划性很强嘛, 在这个阶段你最大的任务, 其实是在做什么呢? 其实我觉得这几年其实不太一样, 我觉得是一个周期, 比如如果我回过过去六年的话, 我就基本两年是一个周期, 比如说两年, 前两年管技术, 然后三到四年管产品, 然后五到六年管商业, 我觉得然后现在要回到循环, 现在又要回到技术本身, 就是有点像是一个漏斗一样, 就是说可能就一点点扯, 就像就哪里是瓶颈, 你就把它扩大一点, 就是最早可能技术是瓶颈, 你把技术拉大, 然后产品, 然后商业, 而现在你会发现OK, 当这个商业真的, 这个市场真的推动你需要更多技术的时候, 我会发现你需要在技术的本质的模式上去做出创新, 好, 这是我现在可能最诱回到的这个逻辑, 这其实是, 也就是你公司战略每个阶段不同, 最重要的部分。 你有拿出大量的时间段来说, 就是你那个意识特别清晰的说OK, 比如说我4比6或者3比7的比重, 我确实是要拿出30%的时间加精力加成本, 来系统化的制定管理战略和培养管理思维呢? 我觉得或者这么说, 我觉得我会把战略可能就更想叫做运营吧, 就这么说, 就有些东西是你要想清楚的, 有些东西你要做好, 就是做好这件事可能是daily的, 就是你每天都要去看, 就是看它的更新, 去看这些number, 我自己觉得我现在大概会花可能30到40的时间, 就是在盯这些事, 我自己觉得就这个量级, 我觉得是要保持的, 就是你30%的时间, 甚至说, 既然Bill Gates说你要把80%精力花在你80%赚成业务上, 就你对你已经成熟的业务, 我觉得精力是花的, 我认为可能还是不够的, 当然我觉得就因为你的已经已有的业务会越来越多, 所以这时候你去看它们, 你去做看这个运营的方式方法, 和这个你真正能够做的效率, 我觉得要不能提升, 对。 是否有一个计则怎么考虑下火的。 时代时间性才能得仔继 él成熟。 那等会儿之后, 就 DD20 jo'朵这是你这么高兵 меч放做的, 无论者攻击啦和培 PHYOL不过 Jo'跑除, 只有 элем识没 boarding, 昨天零礼这是冬永远是건 dez细 hein期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